死神降临 我感觉应该叫死神降临 是不是死神降临 这可挺恰当 降和降是多一字 在杜兰特身上 这就体现出来中国古文字 通甲的魅力了 这俩呢 其实你不能说是通甲吧 就是一个字呢 它有不同的眼 在杜兰特身上呢 集中淋漓体现了 两者之间内部的相同之处 什么叫降呢 就是说降是临凡了 对不对 降是临凡 我用极强的能量 其他人都得是仰头 去那个仰头去顶礼膜拜嘛 这是降吗 但是降它背后往往是啥呢 往往你背后还得有另一股力量 你比如说这个 呃 齐天大圣孙悟空啊 他在西天取经的道路纸上 降临到各个妖怪洞湖门口啊 你有很多真说顶级大妖的 不那么拒 齐天大圣的 但是内心当中多少对他背后的势力 是有所恐惧的 这是齐天大圣吗 所谓降临呢 往往隐含出来的一种含义是 我本身也是降了 齐天大圣不就是吗 你那会你自己立棍的时候 你不被人家摁住了吗 那我怎么才能够在重要面前 我称王呢 先降了 所以这降和降两者之间 它是有内在的相同性的 所以你说卡文德兰特是不是说 啊 死神降临呢 以后就叫死神降临 这就是避免一些的雷对了 共事他就讲究一种这个言语的简练 对不对 在你来之前 我们就是总冠军了 多简厉 不需要额外雷对 所以关于卡文德兰特呢 死神降临呢 不要谈什么 只在金州降临 死神降临就完了 对不对 谁击败我 谁强盗 我加盟对方 在降临在其他对手面前 那我多恐怖 因为我背后势力也大 死神降临 他这俩他真是一样的降 我才发现 降和降是一样的 他俩确实有一定的关联性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 宇哥 假如勇士和熊路打总决赛 勇士三比一领先 阿伦G5费了库里 熊路连班三举 阿伦能否拿FMVP 拿不了 FMVP不是给这样突然的 你要是正式在场上做出了杖动作 FMVP一般来讲不给 因为啥呢 这就是站在球队背后 你为球队做脏活累活 那么通常呢 你与名誉 这玩意可能说就无缘了 你与荣誉呢 甚至就绝缘了 你要是这样的人的话 你就不行 尤其绝对球员嘛 你本身这个 在联赛当中分量就低 你要说通过这种方式 赢了比赛了 你虽然说表现非常好 但是FMVP呢 毕竟他有一定的联盟啊 怎么讲 这也是总决赛当中 颁发的一个个人奖项 你要说你的形象太负面的话 一般也不会给你 所以这么倒不会给 至于说这么输完之后 这个 呃 勇士队会 会如何呀 这个 我感觉库里呢 他不至于中这个技 你这点小伎俩 能不能害到库里呢 不至于 你要说在空中啊 大动作 大动作 库里以他的核心 核心力量 呃 当然你要是遇到坏人 那有时候难保吧 但是好在 勇士队仗下有个 德拉蒙德格林 格林绝对不允许 这种事发生 如果这个呃 阿伦呢 他敢于有这样一种苗头 比如说格林仰看不对头 当时一定会四下呀 趁着罚球啊 双方之间 呃 耳语交流啊 警告对方一反 你胆敢对库里不利 那我就 供你下盘 那你看这咱俩谁怕谁 所以阿伦一合计呢 得不偿使吧 对方也是有恶汉的 而且这个恶汉 名声甚至比我 也不见得好到哪去嘛 就真说下黑罩这方面 所以保险起见 算了 双方打和平仗吧 这是属于啥呢 和卫色 相抵消了 就不用这 这是这事了 为什么说之前 你比如说熊的字母哥 敢于伤害 蓝网队呢 没有核武器嘛 你对方能怕你吗 你再看那个勇士这样的 轻易就不容易被侵害 双方之间有和卫色啊 谁也别动这个这个 呃 按照对我呢 那就是打常规战争了 这就是有这种圈的好处 他现在这个 当然熊瑞目前呢 有没有必要 踩一下核数量 有必要 但是他这个熊 要不准说熊瑞现在 有点像这个NBA霸主 他这个核武数量最多呀 他熊瑞涨下呀 两个一大一小 核武 哎你还别说 就一般比赛 都是这么进行的 是不是这样 比赛都不是这么进行的 那双方都有核武 就不动手了 是不是 你要说他没有 有一方没有 他吃毁了 就往往容易被对方 吓按腿 就把你给绊倒了 绊马索呀 当时人仰马翻 无法再干 老板就挨欺负了 这些今年 如果不引进一个狠角色 还也有可能 继续挨欺负 人不怕你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 说什么欧文呢 如今阶段是联赛当中的 第一空位 欧文他赢球了吗 这蓝网队自从赢回欧文之后 他真说这个胜度啊 绝对负少啊 战绩也胜率 跟之前那会相比呢 没见明显起色呀 这是欧文嘛 你再看实动库里呢 就算说个人 竞技状态这块稍微不假 准性这块呢 始终还尚未找回 重点看能不能赢球 你别光谈酷造无畏的数据 再这一点呢 其实库里 本赛季别敢说啊 相比较自己而言 已经算是 个人效率这块 差不多触碰到职业生涯的冰点了 但是呢 真实命中率 依旧维持在60% 你别感觉凯罗文打得好 欧文其实至今为止呢 真实命中率比较底下 为什么比较底下呢 三分球这块 他比例没有那么高 这就导致呢 他整体的进攻效率不如库里 他比库里的真实命中率 应该抵这么三个四个点左右 那你说他俩谁的进攻表现 其实更好呢 再者一点呢 一个是完全的单打独斗 另外一个呢 是真正说指挥调配啊 在场上无处不在的 这样一种全方位的 无论是明还是暗 两个维度的存在感 所以库里当下 还是连世当中的 当之无愧 第一控球后卫 你要说排到第二呢 我内心当中的答案啊 是扎姆斯哈等 哈等是真正的一号位 至于说贾莫兰特呢 有他58没他85 就今年呢 灰熊队整个的胜率表现 你看近期以来 不也是天天数吗 卢卡东西呢 眼里不如傻子 他跟贾莫兰特联同龄 莫兰特呢 被外界高股啊 被外界认为 当下怎么的 又成为这个联帅当中啊 还得是一阵级别的后卫啊 东西第一个站出来不同意 你够同龄 你现在今年呢 稍微打出点起色 况且你们对没有你站进还更好 有什么资格跟我相提并论呢 所以卢卡东西呢 每次见到莫兰特 莫名大伙心头起嘛 看见你就火大 当时 这就熟视莫兰特吗 盯着他打 现在这个卢卡东西啊 劲头来了 早些年间 在欧洲 我刺杀风云的时候呢 你还领家里 给你拿的这个学费呢 是不是 大学时期啊 你还打这个校园篮球呢 我早已打职业联赛 这是莫兰特 所以我感觉 今年第一空位库里 第二空位的话 就是詹姆斯哈登 领军带队嘛 如今阶段战绩差不多 是并列动不定义 这点你不能忽视 所以呢 你别管看个人什么 这个基础的命中率 这玩意儿哈登也差点 但领军带队能力强嘛 所以哈登是第二空位 第三空位呢 我挑的话就是卢卡东奇 第四空位呢 就挑前伞吧 第四没啥意思 一般来讲就是挑前伞嘛 金银铜三者呀 克里斯保罗呀 你保罗他在太阳队 别说战绩也挺好 问题是不是他一个人的 这种能量吗 他确实 进攻队这块啊 大量的支配球 得分太少了 得分就十三四分 你有资格入选什么 这个最佳空位 你这个进攻不大量仰仗 得安德赖一顿和 这个德文布克嘛 那你自己这块进攻能量太有限 你光是这个助攻度 他不行 还得结合 对那进攻度 你到底占据的终结细份有多少 如果你细份太少的话 你属于是重控位 现在是什么时代了 不早些年级基德 刺杀案面那个时代 现在是攻击型后卫的铁下 所以像克里斯保罗这种呢 随着年龄上涨啊 防守不假呀 金弓盾这块 他只有指挥调配能力 但是说终结攻减呢 他干的活太少了 就不是真正做到一个黄金分割点那种比例 你不能说我大量强攻 但是你攻击细份也不能太低 细份太低了 克里斯保罗 你这数据你也得够得上一线明显 克里斯保罗数据不太够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